那么现在呢,在台湾20岁到45岁的青年群体呢,是有871万人。 刚刚他们当中呢,很多人都面临到高房价、难找工作、低薪水的压力。 以至于呢,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不再相信,努力奋斗就有回报。 刚刚你提到说,有一小半的青年学生呢,是倾向选择当躺平族。 那我们对他们面临的这种压力呢,是非常理解的。 但是呢,我们呢,有新的建议,我们想对他们说,小而今的小确信呢,固然是一种幸福。 但是大而全的大创新呢,会更让人澎湃。 追求人生理想,实现更好的发展,可以考虑来大陆看一看。 大陆所能提供的机会呢,是超乎很多人想象的。 只要是有梦想,有干净的青年人,你能够看清形势,抓住机遇,用好政策,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,就一定能够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大潮中获得成功。 我们这边也将继续地创造更好的条件,像服务大陆百姓一样,去造福台湾同胞,让更多的台湾有志青年,有机会参与到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验中来,在祖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不断地书写自己的奋斗故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